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黄河边 孟晚舟这个庭审 现在变成是海外华人社区 当然也包括海内了 很多人业余生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看点 而且呢 在孟晚舟的庭审的现场 大家会发现 往往是那个庭审室内 大家都是文质彬彬 相安无事一派和谐之气 而在这个整个法院的外边的广场上面 也就是很多的记者呢 都把这个大小的这个长桶短桶啊 摄像机啊 花筒等等啊 堆满了这个一片的那个地方呢 这却是一个另外一番天地 那么前面两次庭审呢 我们可以看到呢 总的来说呢 还是相安无事 可是昨天出事了 那现场是叫叫骂声不断啊 那个对孟晚舟事件不同意见的双方呢 是互相啊 啊 你来我去啊 一片是硝烟弥漫啊 那么正好老黄我呢 也在现场啊 我拍到了一些当时啊 那个双方之间呢 啊 就互相校正的这个场面 那么从现场可以看到呢 呃 持不同意见的两方呢 那确实呢 唇枪舌剑互不相让 你是第一段人口 你被驱逐的 我没有被驱逐啊 那你是 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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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被驱逐人的 所以你要代表家安大 你说我们是吧 我们可以自由的选择 哎 你这 你这 就是不想让 害怕 没人听到 对不对 是个罕见的政权 是个投靠苏维埃斯大林的政权 投靠什么的政权 你不支持中国的自由 你这是代表 代表你 我没代表神 你不要代表什么人 你别代表中国 你觉得美国好 你为什么不住在美国 生活在美国 我就愿意坐在加拿大 美国和加拿大是一样的 对 我们中国和加拿大也是一样的 一样的 一样的 你们中国没有中国特色啊 没有中国特色吗 每个国家都有特色 像流氓特色 但是都一样 流氓特色不一样 都一样 我站在这 你走开 你站在这里 大声对我操操 让我感到我的人身受到了威胁 你的人身太脆弱了 你回到你的 中国去 你就会觉得你的低端人口是没有危险的 舌箭互不相让 那么很多在场的媒体的记者 尤其是西人媒体的记者 纷纷举着摄像机把这些都一一摄入镜头 还有一些专门从事文字工作的记者 据说也发出了相关的推文和一些报道 那么总体上来讲 老黄我认为 任何不同的意见 都不要用特别激愤的方式来进行 确实呢 华为也好 孟晚舟也好 每个人站的立场和角度不太一样 恐怕呢 对这件事情呢 不一定都有一致的立场和观点 特别是 这位孟晚舟女士呢 昨天呢 也是我觉得是非常的不合适 到了海外了 还装成那个样子 当然了 他也有条件装了 你比如说 据说是 背着一个什么香奈儿的包 什么手链 什么奢侈品 反正都被有一些 对奢侈品有研究的一些人士呢 都查到了价值多少 都是价值不菲 这个吧 让来自中国大陆的不少人呢 感到有一点承受不住 因为毕竟是一个罪犯嫌疑人嘛 毕竟是父案在身嘛 至于最后判决如何 那另当别论 但是你何必呢 西方的保释制度 确实是一个非常仁慈的制度 这些在中国 是没有多少嫌疑人能够享受到的 那么可惜呢 有的人他往往滥用了这些东西 或者说他不考虑其他民众的这种观感 那么试图呢 到海外来还装成那个样子 我就觉得就没有什么必要 而且呢 在庭上呢 那个孟晚舟呢 还表示呢 那即将呢 要搬到一个价值一千五百万的豪宅当中 那么现在的这个价值五六百万的这个豪宅呢 因为安保方面啊 都有一些困扰 所以呢 他提醒啊 这个法官呢 能够让他呢 做这样的一个搬家的这种调整了 这在很多人眼中啊 尤其是居无定所 或者说是根本消费不起啊 住房这种首富的啊 那些人士呢 其实就是拉仇恨 那么因此呢 因为孟晚舟事件所引发的观点立场 对质的啊 那么一些民众在法庭的外面有一些争斗 我认为本身也是意料之重 那么尽管老黄我呢 对于一些人的做派并不表示啊 我的肯定 哪怕是啊 赞成啊 加拿大政府对孟晚舟事件立场的那一批民众 你比如说一位老先生啊 他举着这个牌 然后呢啊 他去在另外一方 我们从画面上也可以看到啊 他去啊 挡那个发言人的道 这种做法我认为不是特别的恰当 但是更让人感到气愤的还在后边 突然人群中串出一个小伙子 我们来看一下画面 我们就可以发现 他年纪大的人你不要说你不要说这样 不是不是不是没关系没关系 他们他们傻 他们傻逼你不要答应他们 你怎么傻逼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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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男人也是伤害的 王男人 我们到那个发言人家 行行行行行行 不要傻 不要害傻 对对对对 你要动手你就发给他们零了 不是不是发给他们零了 他走过来撞我一下然后骂我 他悠然自得的 往前走 然后那位老先生举着牌子 在那里稳稳的站着的时候 他突然用自己的这个臂 右臂去撞了一下老先生 那老先生因为牌子挡在前面 完全是没有防备 结果呢就是朝后退了好几步 差点摔倒 那么我觉得这个就过了 更过的是 这位小伙子 居然说是老先生撞的他 那么当时很多人呢 还轻信了这个 他的说法 为什么呢 也没有多少人能够看到 现场究竟是怎么回事 结果 这个画面呢 还真的是被人拍到了 拍到了之后发现呢 这硬生生这小伙子就把老先生给撞了一下嘛 听说昨天晚上老先生还到警察去去报了警 那么所以你撞了人家 那首先我认为就已经是错了 你可以不同意老先生的这种做派 你可以提出你的意见 哪怕是激烈的意见 但是有必要去撞人家吗 万一老先生被撞摔倒在地 那后果不堪设想 那更让人感到忧心的是 如果你不同意对方的意见 就要用肢体去撞击别人的时候 我觉得这不是一个 不管是推进民主也好 或者说是我们在民主的社会里面 学习民主也罢 应有的方式 更让人气愤的是 明明自己撞了别人 还偏要赖 是别人撞了自己 这个吧 就是人品有问题 我们抛开立场 彼此之间的不同 就光看这个人品 我就发现了有些人真的是 在西方社会啊 虽然生活在这里 可能有的都很多年 像这位小伙子 如果不是在这里出生的话 那肯定也是生活了好多年 到现在 还根本不了解民主社会 就是说 你虽然不同意他的意见 但是你一定要给他以说话的权利嘛 所以这件事情呢 让我也非常的感慨 其实呢 对孟晚舟这个事件 华人社区的意见和观点 其实是分裂的 但是在这种分裂的情况下面 我们如何保持一种淡定 保持一种理性 这恐怕是意见双方人员共同要面对的问题 我认为昨天这个打斗 或者叫是语言之间的这种啊 你来我往了啊 是非常令人遗憾的 也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示范 那至少在西人媒体人的眼中 人家也听不懂你们究竟在说什么 然后只发现你们肯定啊 这个因为观点的不同嘛 互相之间就用这种方式啊 来面对彼此之间的分歧 这叫激情有余 立场不足 因为人家也都不知道你们是什么立场 所以呢 我觉得呢 昨天这种示范呢 给人以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讯息 那么第二点呢 我觉得发生这种冲突 那种激烈的程度 我认为也是过了 那么有一些意见的不同 双方你来我往稍微争论几句 没有问题 但是用得着用那么激烈的方式来进行吗 我不觉得这 这中间有什么太多的啊 这种需要和必要 不就是因为啊 有一些言语上的互相之间的这种摩擦吗 好像动得都要打起来的样子 这个我认为不是一个探讨彼此分歧的一个很好的方法 那么当然也有人认为呢 中国人啊在民主的社会学习民主啊 就如同台湾的那些议员啊 动辄呢啊在这个议会的殿堂互相打斗 这是一个过程 这话也有一定的道理 即便是再标榜自己是有文明范儿的人 你比如说李敖 他也拿着灭火机啊 哎敢到了这个议会殿堂 然后当场就喷洒 那么李敖等等的出位行为 那么至少有一个目的 他就是做给选民看嘛 那有一点行为艺术的啊 这种需要在里 但是呢 昨天的这种双方之间的这种角力啊 我认为呢 是大家原生态一种啊 激情的一种流露 根本没有必要 都是互相之间的一种伤害 那么第三呢 我觉得双方的一些行为 确实有商榷的空间 你比如说老先生举着牌 别人在那里 比如互相争吵 他试图呢 要在一旁呢 是帮衬另外一方 于是乎呢 就拿着这个牌子呢 走来晃去 这个似乎也有不妥的地方 而且呢 据这个我们画面上可以看到呢 还竖起终止呢 这确实是一个激烈的一个反应 那么另外一方 当看到这种场景之后 用肢体去碰撞他人 那就更是做上加错 所以我就想到呢 有些人呢 往往呢 有的时候 他是忘记了自己的角色 因为听说啊 这个壮人的这个小伙子啊 还是啊 什么总部在多伦多的一家啊 电视台还是什么的一个记者啊 因为他至少是穿着内身啊 标志着他们公司啊 那个制服 那就更让人感到沮丧了 如果一个媒体工作者 也是这个样子的话 那我不得不想起 2018年的时候 央视有一个女记者 在英国参加一次 涉及香港等啊 一些问题讨论的会议的时候 就是因为 看不惯现场讨论的一些话题 看不惯参加会议的 来自香港的啊 那几位啊 占中的活跃分子 结果 大骂出口 而且还现场还打了别人 那么这个呢 我觉得啊 就是当年啊 央视记者啊 这种过激行为的一个 微型的一个犯感 那么现在 我们要面对的以后 在孟晚舟继续庭审的时候 我们究竟以怎样的一种方式 来进行 有关分歧的探讨呢 我觉得就根本不是一个探讨 分歧的那个地方 我从来没有 见到过一个 说是因为吵架之后 对方的立场有所改变了 从来没有 我们在海外 其实最重要的不是去试图说服对方 而是说呢 是要寻找自己的通道 然后呢 朝着你们自己认为正确的方向一起前进 当然我要特别说一说那一位用肢体啊 去碰撞那位老先生的啊 那一位媒体工作者 如果是的话啊 因为他穿着制服嘛 一个媒体人一定要把自己的立场 先放在一边 你可以有立场 但是不要像央视记者那样 用过于外化的方式 过于激烈的方式呈现出来 在很多时候 风度比立场更重要 感谢大家的收看 再见